啊 你们看 月亮伤失在黑夜里了 每当像这样月亮躲起来的夜晚 海浪都会悄悄地和我说故事 你们也想听听看吗 那我现在就讲给大家听吧 这是一个关于大海最照顾的人鱼的故事 大海有时候会因为太思念月亮而落泪 它的眼泪落入海底深处渐渐凝结 而大家都称之为海妖精之类 在美丽又拥有强大力量的眼泪周遭 诞生出许多海底王国 其中在宁静海深处的人鱼王国 泪光之关 有个像月亮一样闪闪发光的宝石人鱼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士兵们 严价防范 你们应该都知道 最近陆地上的饼干很不寻常吧 是 大家今天为了一堵难得一见的沧海奇迹 都聚集在这里 而那些陆地上的饼干们 总是会慕名现身 让百姓们不寒而栗 这种时候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更不能掉以轻心 海妖精之类没事吧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异常 只是再过几天就要开始月纯石了 所以 所以可能会有点不稳定 好 知道了 飞红珊瑚饼干 飞红珊瑚饼干 泡泡制约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快去吧 白珍珠饼干小姐在等你 白珍珠饼干在等我 她一直湿湿盼着今天 想必她一定很兴奋 那我们快出发吧 让可爱的妹妹等累了就不好了 啊 终于到了这一刻 沧海会给我什么样的力量呢 我也想像其他人鱼一样 拥有让大海更美丽的力量 小姐 我带飞红珊瑚饼干来了 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白珍珠饼干 我们的小珍珠 终于到了这一刻 我终于能见到沧海了 真的好久没有举办仪式了 上次应该是换彩欧铺饼干的泡沫制约吧 我们这心该也能见到重力的沧海奇迹吧 白珍珠饼干究竟会得到什么能力呢 连我都紧张成这样了 我并且盼望您能赐给我沧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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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海在对我说话吗 神似月亮的人鱼啊 我赐给你大海的祝福 啊 伟大的沧海啊 我终于也能成为真正的宝石人鱼了吗 没错 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力量 有了你们 这片大海将会平静无蓝 坚硬外壳里白净闪亮的小月亮 当月光消失时 你将会散发出闪烁的光芒 从今以后 我就能 啊 这是 沧海第一次亲口对我们说话 白珍珠饼干 你有感受到什么吗 来 别怕 就像姐妹们一样 你也快点施展你的能力 过展你的海域吧 嗯 白珍珠饼干 奇怪 本来就是这样 感受不到任何力量吗 感受不到力量 什么意思 我也不晓得 白珍珠饼干 难道你没有得到力量吗 奇怪 沧海明明就说已经赐给了他力量 哎呦 怎么可能 肯定是因为刚得到力量 还不太熟悉要怎么使用吧 对啊 这个仪式可不是平白举办的 每个人鱼都能得到特别的能力 不 不对啊 但是我 白珍珠饼干 让我们看看你的力量 等等 大家先冷静一下 白珍珠饼干 白珍珠饼干 我是说真的 我什么力量都感觉不到 小姐 白珍珠饼干 白珍珠饼干 现在离开汪国会很危险 士兵们 快去追白珍珠饼干 一点感觉也没有 我真的没有得到任何力量 伟大的沧海 为什么 为什么我没有得到任何力量呢 等等 白珍珠饼干 你要去哪里啊 明明沧海都跟我说话了 我却什么变化也没有 小姐 你快游到大海的尽头了 拜托 别再过去了 快回来啊 我也想跟其他宝石人鱼一样 能随心所欲控制浪汤 唱出天气好坏 或是举手投足 便能和海浪对话 我也想成为 能照亮这片大海的宝石 小姐 剩下的泪光之关百姓都回去了吗 是 都让他们回去了 我完全没想到一事就这样结束了 所以 白珍珠饼干 它真的没有得到沧海的力量吗 你不是也轻耳听到了 沧海的口力是千真万确的 不过 我们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就是了 白珍珠饼干呢 我第一次看到它那么混乱的样子 它回来了吗 白珍珠饼干它还没回来 等士兵正跟着它一定会没事的 知道了 你们先回去吧 海兰宝石饼干 你可以帮我准备宴会吗 虽然它还没回来 但还是要做好准备 毕竟只要是泡沫之约的日子 大家都会安排一场宴会享受一番 嗯 交给我吧 我会把宴会准备好 等白珍珠饼干回来 就能马上开始 啊 它间接消失了 拜托 请不要消失 半彩欧薄饼干 海妖精之类还好吗 自从泡沫之约那天之后 沧海每天都很伤心难过 海妖精之类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预泉石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雨时一旦开始 沧海的力量就会变得更不稳定 单凭我们的力量 很难让海妖精之类稳定下来 现在可麻烦了 该怎么办才好 近来有个传闻说 陆地上那些有双脚的饼干 把我们大海的百姓 一个接一个抓走 难道 那些陆地饼干也发现了 当月时一来 我们王国也会变得动荡不安的事实吗 不可能 就算他们曾经觊觎海底众多的宝物 却从来没有对我们王国 打过什么歪主意 白珍珠饼干呢 它已经回来在休息了吧 嗯 它好像还没回来 什么 它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它是不是跑到王国外面去了 我也很想去把它找回来 但你们也知道 我要守护海妖精之类 不过 我们已经等太久了 我现在就去 飞红珊瑚饼干 别跟我们说你要亲自出马 你可是身负重任 要守护王国和海妖精之类的 对啊 这一次就交给我们吧 要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到时候你再出面就行了 嗯 那就拜托你们了 但也别忘了 你们都是我最重要的手组 要是你们出事 要是你们出事 我可是会 不好了 但是不好了 啊 是蕾丝玄武饼干 你来得正好 白珍珠饼干呢 什么 糟工啊 白白珍珠饼干 他被余网抓走了 什么 我说你会很危险 我什么事 你不想问你 我一会儿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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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问我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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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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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今天这种日子 值得好好纪念一下 今晚就开个盛大的派对吧 我要出去 不要从这里出去 一点动静也没有 可恶 要是我获得力量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沧海啊 你为什么 看来你不单单只是因为被抓才流眼泪的 别 别过来 我不会伤害你 不 我也无力伤害你 你是 你的眼睛真漂亮 就算身处混乱之中 你那不轻言放弃 充满生命力的瞳孔 就像隐隐发亮的珍珠一样 因为 那是我的宝石 看着你充满生命力的眼睛 我的烦恼瞬间一扫而空 心情变得很好 那种心情 就好像是 把我的身体交给汪洋大海 你究竟是什么存在 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动人的眼睛呢 我叫牡蛎爵士 你愿意告诉我 你的故事吗 你又来了 你今天也是来听我说故事的吗 那当然了 今天的海很平静 这种天气 很适合坐船出航 船 你应该不知道什么叫船吧 毕竟我们的世界不一样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叫做船 有了船 饼干就可以航行在海上 不怕身体变湿软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 泪光之关的大家都称它 没有思想的木金鱼 牡蛎爵士 牡蛎爵士在吗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我的挚友 牡蛎家族的希望啊 我需要你的帮忙 帮忙 帮什么忙 你刚刚在水箱前讲得滔滔不绝 看来你们聊得相当起劲 你看听到什么警报 快告诉我 尤其是关于这片海洋的事 居凡是海神 人鱼 一字不落 统统告诉我吧 就算你这么突然闯进来问我话 我也无可奉告 我们应该善待它才行 不管用神秘语种这种单纯的理由 就把它困在这里 看来我们尊贵的牡蛎爵士 不打算帮这个忙啊 那受大海爱护的人鱼 就让你来说吧 放我出去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哎呀 原本还想很有绅士风度的对待你 可惜你不肯赏脸呢 来饼啊 快把人鱼从水箱里抓出来 我要从他身上摸清楚大海的一箭 什么 谢 放开我 把我放回大海 不管用什么手段拷问都好 在他开口以前 谁都不准停 我以牡蛎家族之名命令你们 头脑住手 这片大海的一切 鲍鱼饼干 你该不会想要消灭整片大海的生命吧 宝物都送上门来了 不拿 是傻子吧 牡蛎爵士 你不打算帮忙的话 就请你让开 毕竟 我也不想破坏鲍鱼家族 和牡蛎家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你这么说也没用 牡蛎家族不会眼睁睁看你阻碍我的信念 哎呀呀 牡蛎爵士 你那软弱的个性也有了意志了 可惜的是 你跟我站在不同边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点送牡蛎爵士出去 真是的 本来只是想吓唬吓唬你 牡蛎爵士 没想到你这么固执 真是令人意外 既然 人鱼还在我们的手里 我们有的是时间 今天 就先到此为止吧 但是 牡蛎爵士 很快的 这片大海所有的一切 都会落在我的手里 哈哈哈哈 你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吗 遇见你之后我突然明白了 我不想再做这种事了 那你怎么还在这里呢 就是说 或许是因为 我还保有一颗想振兴家门 并且希望 能够得到认可的心吧 我跟你一样 我也想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根本无法为牡蛎家族 付出什么 我在王国也是 什么也做不了 大海真平静 他可能还在睡梦中 海浪是个反复无常的贪睡虫 他不喜欢被吵醒 这时还是别吵他比较好 真是有趣的比喻 对了 你有听说吗 月群时就快要开始了 鲍鱼饼干说 他要抓到所有在月群时 才会出现的珍贵于众 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吗 牡蛎决心 拜托你 放我出去 我得回去守护王国 还有大海 这 你是为了守护大海 其实就跟为了家族而出海的我 没有什么两样 我应该要放你走才对 不对 我也想放你走 但是我要是放你走的话 到时候鲍鱼饼干肯定会 我该如何是好 白珍珠饼干 我 怎么回事 上一秒还风平浪静的大海 大海在讨哮 这是 是飞猴筛火饼干 他来救我了 金鱼 快摧毁那个 载着双脚饼干们的木金鱼 我要让把我姐妹带走的那些下伙知道 大海究竟有多恐怖 我们的船 在晃 不 是整片大海都在晃 这是 人鱼的力量 诶 狐狸爵士 你在吗 鲍鱼饼干 你来得正好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快把这只人鱼放走吧 开什么玩笑啊 千辛万苦捕到的东西 怎么能缩放出放啊 你自己看 船身已经被海浪撞破了 再这样下去 整艘船会沉入海里的 好吧 我看我们还是趁船还撑得住的时候 赶紧带上猎物 一起撤离吧 不行 我这么做是为了救大家 白珍珠饼干 快让开 狐狸爵士 你这是在干嘛 水晶裂开了 狐狸爵士 水晶骑鱼军团 准备突击 快让木晶云城下去 从大人双脚的饼干门啊 救出白珍珠饼干 背后摔过饼干 我在这里 白珍珠饼干 感谢苏儿 谢谢 白珍珠饼干 等我一下 我要确定毁掉它们 好让它们再也不敢对人员的歪脑筋 不 黑红珊饼干 不可以 白珍珠饼干 这件事并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这我都知道 但是 它们之中 有一个饼干帮了我 所以 能不能给它们一次机会 白珍珠饼干 你要知道 大海一直都有给它们机会 嗯 我知道 但还是求求你 要不是有那个饼干 我才能撑到现在 白珍珠饼干 这那你没办法 全部停手 从今以后 你我金水不犯河水 全部撤退 大海 平静下来了 大伙快 赶紧把船修好 糟糕 船只受损太严重了 我们这样有办法胜利上岸吗 哎 幸亏牡力爵士处理得已 不然我们差点就 都这种情况了 还是要带上猎物 嗯 大家的反应对我很不利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喂 鼓励爵士 我们聊一聊吧 没有办个航海员吗 现在到底在哪里啊 啊 这里 这里是漩涡海域 我们走错路了 蛤 半鱼饼干 真是多亏了你的选择 让船员们乱得阵脚 更别说还在关键时刻 违抗船长的命令 我再也没办法跟这种饼干一起共事呢 我很遗憾 对你说出这番话 但希望你能跟你家族所有的眷属 一块下转 你居然连打包的时间也不给 就要把我赶走 这样要怎么平安回去啊 鼓励爵士 前面有暗胶 快转其他方向 别撞上 全都生灵了 我这一生就这样结束了吗 结束的 数字空虚 没错 鲍鱼饼干早就料到了 它知道被丢在茫茫大海上的我 什么事也做不了 我快不能呼吸了 并不是因为海水 而是因为 我心中那股责任感 要是没有我的话 我们家族现在会是怎么样 到最后 我还是什么都实现不了 难道 我真的是一个没用的饼干吗 你 你是 你也会露出这种表情啊 内心充满混乱 满脸悲愤的表情 白珍珠饼干 你怎么会 我好像一直能听见你的声音 来 装好我的手 我现在不觉得难以呼吸了 也不觉得全身湿软 那是因为沧海庇佑着我跟你 我竟然能在大海里自由自在地游泳 感觉就好像在做梦一样 面团能够轻易穿过水流 还有撑着我的海浪 是如此轻柔 我感觉到大海正在呼吸 不许饼干们对大海 实在是太一无所知了 你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呀 我就知道你和其他饼干不一样 跟我来 我想给你看一个地方 这里是 这里能够清楚看见 我们宝石人鱼的王国 泪光之关 我们把这里称为沧海的后花园 真的好美啊 待在这里看一整天都不会腻 你看 月光洒进了海里 月光就像帷幕一样 笼罩着王国 看起来好祥和 嗯 也不完全是那样 这话 是什么意思啊 宝石人鱼拥有沧海赐予的力量 是保护海底王国的存在 沧海庇佑着王国 我们敬爱着它 并且照料着王国 可是 王国并不是只有美丽平静的一面 有时候 沧海也会晃动不安 当沧海晃动时 我们的王国就会受到牵制 这时候 宝石人鱼们就会挺身而出 守护海洋 我也想成为那样的存在 我想成为能让泪光之官 永远美丽又闪耀的存在 你一定可以的 在我所见过的事物中 从来没有和你一样闪耀的存在 你知道吗 你这句话让我仿佛成为了真正闪耀的存在 沧海称呼我小月亮 至今都没有宝石人鱼被这样叫过 要是月时就这样过了 别说是小月亮了 我可能连宝石人鱼都不是 就算如此 你还是愿意说我是个闪耀的存在吗 小月亮 这个称呼好适合你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会欣赏你的光芒 就像痴痴望着月亮的大海吗 是啊 就像我现在只看着你一样 你说的话好动人 就像帷幕笼罩着我一样 好想要永远珍藏这瞬间 你可以的 我也希望时间能静止在这一刻 再继续往上游 很快就能上岸了 要是我说我在海底晃了一圈 应该没有饼干会相信吧 这段时光跟做梦一样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那 那么我们该道别了 我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快道别 我不想就这样结束 好 我们只是暂时回到各自的岗位 等待我们再次重逢的那天到来 好 月泉石就快出现了 白珍珠饼干 你一定要小心 月泉石 你的表情很复杂 是因为没有得到沧海的力量吗 沧海是真的爱着我吗 你不是说大海叫你小月亮吗 说不定 是代表你可以自体发光 自体发光的月亮 对 你就是能靠自己力量发光的月亮 所以不要害怕 再试一次怎么样 真的是那样吗 我的身上也会有那股力量吗 你已经在闪闪发光了 你就是我的月亮 那你就是大海 只属于我的闪亮大海 收下这颗珍珠吧 只要有我的眼泪 人鱼的宝石 就算在海里 也不会变得湿湿染染的了 当你实现你的愿望后 记得再带着这颗珍珠 回来找我哦 拥有沧海赐予的力量 成为真正宝石人鱼的我 怎么办 我好紧张 本来站在这里 都会这么紧张吗 你不是说 大海叫你小月亮吗 说不定 是代表你可以自体发光 你就是能靠自己力量 发光的月亮 所以不要害怕 再试一次 怎么样 我 只相信那个饼干 就像那个饼干说的 我就是月亮 我是沧海 还有那个饼干深爱的 能自体发光的月亮 我的手中 感受到力量了 伟大的沧海 这才是我真正的样子吗 没错 你就是在阴影中发光的孩子 虽然你的力量 虽然你的力量 只能在黑暗中发光 但是因为有了你 就算是月泉石 这片海仍然能安然无恙 我可以的 原来我也能成为我想要的样子 月光不见了 怎么会 应该还没到月时的时间啊 这不是月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姐 雷丝水母饼干 大家都已经去大海尽头了 我们也快点去吧 那个知道我们的存在 并且跟我们做对的饼干 回来抓我们了 月泉石开始了 快撒网 快使用鱼叉 只要有海底生物探出头 就全部抓起来 天哪 你看那边的木金鱼 到底是用什么装饰的 看起来好笨又好生命 看之前见过的木金鱼不太一样 他好像很了解要怎么对抗大海 小声一点 雷光之关才不会那么容易被侵略 来吧 姐妹们 做好准备 让他们瞧瞧 谁才是用沧海力量守护大海的使者 果然又出现了 宝石人鱼啊 你们这次皮得绷紧一点啊 闪得让你无法招架 海洋怎么不受控制啊 全部都快被卷进去 我们听是海洋丝毫的声音 还早像王子一样牢牢的摟住船只了 没办法捡起啊 暴风雨太大 连站起来都很难 暴雨饼干 这么陷 我们不太可能 看来海神的传说并不是空穴来蒙 传说被大海爱护的存在们能够控制海的力量 我之前还半信半疑 没想到我亲眼见证呢 虽然代价有多点惨 虽然代价格 那么海妖精之类的传说也一定是真的 只要能把汇聚海妖精之类的人鱼都抓起来 到时候买卖价格就回我喊了 哈哈哈哈 不过 目前抓到的神秘鱼种也不能放弃 我看现在主持人 大家快撤退 快撤退啊 啊 他们逃跑了吗 我们要追上去吗 他的眼神看起来不像需要放弃 我猜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摧毁敌方 现在还是先照顾受伤的伙伴吧 陰影中闪烁的光 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感觉 啊 这个 难道是 沧海 小月亮 伟大的沧海 这片大海一直都在我的心中 我美丽又强大的海啊 和泪光之观一样珍贵的大海 不过 现在的我 拥有一个只属于我的海 它在那陆地上用双脚朝着梦想前进 你和水面上映照的月光一样摇曳不定啊 是 就好像是在做梦 我感到非常紧张 同时也感到害怕吧 就算我试着把陆地想象成海洋 我还是感到非常激动和紧张 现在能更靠近它了吗 靠近不了 不过 总有一天 魔力爵士 我可以进去吧 不行 我还想再休息一会儿 大家都很好奇 船到底是怎么了 你怎么会 我怎么会 活着回来 我马上就会和大家解释 再给我一天的时间吧 今天晚上 我只想在月光下 做一个好梦 SM C 1 4 5 6 5 4 5 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